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台北我是士丁丁 跟我一起发起了自画项目的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的来源 跟我们的新冠疫情有关系 这顺便也说了 其实自画项目也不新缺 但是在今天 它有点特别 它特别之处 其实我想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1979年的时候 中国美食界 有一个关于与与与与创作 和自我表现的讨论 这个讨论非常的重要 这个讨论之后 四川美业还组织了一个 全国高等美食院校的 这个创作教宣的 座堂会 这个这两个活动 就是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末期 八十年代末期 这个活动 其实它全面了一个东西 就是艺术家的个人创造力的 某种程度的合好性 和合理性 那从这里讲 这一点出发 然后我们才有了今天 这个官方 美学 学院 包括这个市场 江湖 还有普通的劳力 对艺术家 个人创造力的 一种普遍的 共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 在改革开放以来 这样的一种历史进步 应该推动 这样一个 把个人创造力 把艺术家的 策略表达 这个 推向一个新的 这个 多元化的 这个时期 这样一个 历史的 一个 进步 这是一个 就是像马老师所说的 它是一个 疫情时期 这些艺术家 对自我认知 开始发生变化 这个时代 我们造成 就像我说的 以前 带来的 成熟了这个世界的位置 我们以前认为 有种正常的事 现在好多都不正常 是吧 我们去到地铁放大 就变成可以被受伤 被遇亡 是吧 那么 唯一的 属于你自己 使用你自己 对自己的认知 是你的私有 所以作为艺术家 更是 对 用自画像 来表达这种 各自 每个人的 私人的认知 然后 我们通过群展 再把这些 很真实的认知 把它聚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世界 最真实的感觉 一起 从这个角度 去以后 继续做一些展开 谢谢大家 来宣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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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